發音樂聲明 好 歡禮回到營的第二節 而 distribute saveSí 歡禮回到營也算是我們節目的特色 沒錯 deduction 我們創出實際的 不是我們創的 不是我們創的 歡禮回到營科技集碎 現在就歡迎回到電玩新聞這部份 Sunny電玩新聞交給你 主要是想跟他說一下GTA案 不是說笑而已 有GTA案 說笑而已 怎樣都要提一提這個名字 你有GTA我捏死你 擺脫不了 由他出了開始到現在我擺脫不了 我終於打敗我的機器 好不要再說 再說捏死你 既然不說GTA的話 就說說日本的GTA 就是這個人中之龍 最新的一集叫做維新 維新內容我看過網上有幾個人玩 都是版本龍馬做主角 他是不是將角色變成版本龍馬 其實以前的人樣 他人名已經叫做版本龍馬 其實改了角色名 角色放到以前 然後改了名 因為我所知道他只是同身一馬 其他我也不知道 總之他把故事由現代 放到幕末時代 但角色都放在那裡 即是你會看到以前熟口熟面的人 現在可能會看到版本龍馬 那些東西 其實純粹跟大家說出了 因為我自己沒有玩開這個系列 不過他引起的關注度也挺大 香港大概賣420元左右 另外就是你加入PS Plus 他就第一、第二集的HD版 給你免費下載 其實算不算吸引你 PS Plus有一、二集免費 因為如果你一年 PS Plus的價錢就是268 那你買的遊戲也是差不多的價錢 其實如果你在免費期內 玩得爆到的話 就一定已經值得了 另外他現在還有那隻Santa's Rose 黑街聖徒4 還是5 好像是5 是不是最新的那一集 對,好像是5 總之那一集都給免費 另外還有一隻MOTHERBOG 也是比較吸引一點點的 另外還有其他很多藥光比較小的字 買回來一年以我的進度 應該沒有人爆了 你放心因為他 我真的挺續期的 不是不是不是 放心你等不到一年 因為他的遊戲 他的遊戲是這麼長時間就會到期的 即是沒有得玩的 我不知道你下載了還能不能玩到 但你的帳戶到期 下載了就能玩到 不可以再下載 那期到了就直接玩都玩不到 是啊 你是買了還是怎樣 我沒有買到 最後我覺得也是買實體遊戲 好一點 即是實體遊戲可以給朋友拿去玩 讀一下朋友 沒錯 不是我的實體遊戲 只是給朋友拿去玩 你這個人比較特別 你這個人比較博愛 我想說人中之龍為生 那我看其中的故事部分 都在講新選組 我看到什麼土方 沖田 近藤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錯了 但是救命 看了其他東西而已 看了其他東西 看到土方覺得 為什麼好像欠了一支蛋黃醬 近藤又要穿衣服 為什麼沖田的聲音不是有誰 別想錯了 別想錯了 全都看了新白 沒有戴眼鏡 阿軒幫我補充 原來看一隻 Santa's Road 黑街城圖 就不是完全免費 不過它有優惠價 總之它很長 因為那裡有二十幾個遊戲 它一期是二十幾個遊戲 因為它上一期那些又會放下來 變了有興趣 Joy PS Plus的 就上去那裡詳細看 那些遊戲list 合不合自己 其實知不知道它多久會提供一次 他說是每個月的 其實很搞笑 它的網上有個下期優惠 還有個今期優惠 但是它的下期優惠 你下期優惠是永遠都沒有東西看的 那它弄一顆按鈕在做什麼 你問Sony 就是弄一個衝勁 說不定下期預告 沒有啊 那沒辦法 永遠都沒有 人中之龍為生 那這遊戲 如果你是人中之龍粉絲 應該不會錯過 還有PS Plus 就記住有人中之龍給你登 那接下來 你那遊戲好像不是PS3 對嗎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Vu的遊戲 反而 哦 Vu 大家都提一提 不過也真的提一提 就是這個 這個孖寶賽請MarioCard 8 哦 MarioCard 8 哦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東西要說 就是這個 5月29日就會出 就入版 尾版就像入 5月30日 就是這樣 純粹 這集MarioCard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沒有留意 我直接沒有理過它 他之前 他一早就說了5月出 因為你還沒有Vu 然後他早前開了一個 類似是Conference那些東西 然後都是做一些逐步 其實都是廢話一堆 那MarioCard我又覺得 你有什麼改進 其實都是道具 然後可能隔的賽道有一點點不同 或者好像3DX那隻 加了一個贏給你 可以短暫地做一些空中的飛行 那其實會買的就買 會不買的就繼續都不買 覺得它傻瓜就仍然覺得它傻瓜 覺得它好玩就仍然覺得它好玩 就是這些成件太深 沒辦法可以解決 一會兒 不關事 它的遊戲的風格本身就是 有些人覺得賽車就賽車 正正經經 扔什麼鬼的招皮 扔什麼鬼的龜殼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破壞友情才好玩 破壞友情 破壞友情 是啊 我之前看見你玩其他 我不說哪一隻遊戲 玩這個開槍的賽車遊戲 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會喜歡這些破壞友情 正正經經賽車有什麼好玩 職人渣 起碼也會撞你下山 你一說這些 我就想起我GTA online做過什麼 我特意不提名 你講了什麼 我特意不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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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吧 那不要緊 講完交用機 講回手提機 這個VDS 好像很久沒提過它 都是 其實世間未來3月20日 就會出一隻Hero Bank的遊戲 英雄銀行 Hero Bank的名字這麼特別 為什麼是英雄銀行呢 其實 是不是英雄版本紙直樹 它又不是的 因為 它其實最初 剛剛公佈的時候 我已經有留意到的 按了進去看 它就有 我第一眼的感覺 就好像這個 Walkman EXE 哦 是的 我就以為會不會是 那類遊戲 然後近來就多了其他 preview看 原來都屬於一隻RPG 都可能有點像Walkman EXE 但是它戰鬥方法就很不同了 因為Walkman EXE 就放在一個 版圖裡一格格 讓你自己走去攻守 就是前中後衛 這樣而已 但是這個就比較整個版圖 它上方就是你的 戰鬥版圖 你就可以自己控制移動 下方就是那個 戰鬥版圖的地圖 你就可以看到道具 敵我位置 這樣 然後你說實際打的時候 到底是指令式 還是攻擊式 我暫時看這部影片就沒看到了 我反而想問一下 現在還沒清楚 其實這遊戲最實際是怎樣的 但是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會發佈吸引到你這麼有趣 有什麼吸引到你呢 純粹是它的造型 一看到我就覺得挺有趣 特別如果你像Walkman EXE 我就覺得這類遊戲 在手提機上 其實近年是少了 就是你說喜歡的造型 就是Yen那個 對 然後它最划算 就是它的造型 它是超人來的 它變身的時候 是一拳打到Yen的標誌 然後它就會變身 然後在胸口裡 就貼了個羊字上去 證明英雄也要賺錢 然後它變身之後 還會擺一個姿勢 就是單腳動在這裡 金雞獨立 然後你手向斜上舉高 又是擺個Yen字 那個多達三 我看出這遊戲值得留意 一個看錢分上的英雄 就是Tiger and Bunny 對 那類的可能 這遊戲也是近年 我知道背景應該是說 主角是年輕 但是家裡的負債 大概 就是做英雄還債 對 類似是這類老土的故事 但是實際上 可能只是出來才知道 當然你問我 我還是留意一下 到時買不買也有保留 其實你留意一下 相信有什麼新消息 你都會再為我們送上的 對 那現在 說起世家就想起那隻Project X Zone 買回來也沒拆過 你沒拆過的遊戲 現在不是只有一個 擔心 你買機你會打 大家都關於世家事 又是RPG 難免會想起 沒什麼的 你本人買一隻遊戲回來 有得你自己拆封就算好 你拿回來你付錢 那一刻 遊戲已經不在你手 給朋友拿走 我已經看過你 不要提他的傷心事 他可能很志豪 沒有志豪 沒有志豪 其實Sunny挺好的 有Sunny 我已經買遊戲錢 都限了不少 欸 那講完PG 就沒事了 我讚你而已 講一下他的對手 PS Vista PS Vista 那他有什麼要講呢 其實之前都講過 就是Jay's Directory 真明星大亂鬥 我想問他是不是 PS Vista 和PS3 沒錯 我特意講PSV 其實兩邊都有 其實兩邊都有 莫非你已經決定買PSV版 連PSV一起出機 恭喜 我送十五十六斤 老實實 那和Hero Bank 其實只差一天 3月19日出 但是相比起來 這邊好像 始終漫畫 人不得助陣 好像吸引力大很多 好像 差很遠 32部作品 52個人物 我記得你上次打飛機說 很開心 富堅有兩套作品 富堅是唯一有兩套作品的人 其實現在不是了 鳥三明都加入了 因為他最新的PV6 第六段PV 其實他開頭的30秒 是很吸引的 我立過 是一群Drum的角色跑出來 帶頭的是誰 小雲 由小雲帶你跑出來 有什麼是比這個更有說服力 我覺得 最強的角色 小雲那個還要兩隻手探開 然後打橫平排 就是全速前進那個 對 他跑步的動作是經典到核爆 我記得這個跑步動作 好像曾經有警車在前面 經過一下被撞殺 那兩個警車是不斷被撞的 警車有一個方法 後期開始有一個直升機翼 飛上天避開他 總之怎樣都是被小雲撞死的 很過癮的 小雲就真是正角色 廖三明應該是龍珠和IQ博士 沒錯沒錯 那這遊戲現在有什麼新情報 剛才你也說有新的PV 其實我之前開麥克風都說過 十五十六買不買 但是最新的PV錄完之後就沒得備 因為他首先加入了我最喜歡的 黑子力籃球 動漫人物 黑子力籃球也早就有了 加入了我最喜歡的動漫人物 動漫人物就是《非映》 《八書》裡面的《非映》 因為之前的作品大概都會是一個主角加一個敵角 大概都是兩個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非映》就特別威風 又加上《非映》 當然其實如果你看回《非映》的模組 是有點像基努亞的 對 他就有點混水魔魚 弄多出來開心一下 但是更大問題 原本你加《非映》我還會忍到手 誰知道他加《夏雲超人》 是 《Lucky》 《Cookie》 當你看到《夏雲超人》的時候 我看著 《Lucky》《Cookie》 《Sunny》給錢 我看到這東西這樣唯有買 因為《夏雲超人》實在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夢一般的作品 其實認真的 你上次開麥克風都說過 《J.Scarvictory》 我也是十五十五買 因為其實《Drum》系裡面 我最喜歡都是聲齒那幾套 所謂大陸的那些 但其實我在十五十五買 其實都是這些東西 好像來去都是這樣 沒所謂 不如不要買 但其實我聽完你說 有《閒雲超人》之後 我決定了買 這遊戲沒什麼 我現在是想買PS3 還是PS Vita版 最大的問題 反而現在未知 它兩個版本 可不可以互通去對戰 是 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能考慮程度會低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能要看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不急的話 就可以等它出了之後 看一看網上的報告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最好約三支幾米桌的版本 因為 講到現在這遊戲 之前《Drum》都在NDS 出過類似明星大亂鬥 兩隻 《Drum Superstar》和《Drum OTV Star》 都兩隻 其實作為一個 我小時候就經常看《Drum》一般大 我現在背過 裡面其實看到這麼多個角色在互吐 其實是挺開心的 這次你還可以說 我記得之前它其實是漫畫一齊的 但這次你拿了一隻《閒雲超人》出來 直接可以打 好像又開心一點 但就不知道 因為可能其實 把那個《Drum》幫它綁好 第二天就沒事的 龍珠 你們想到洗腦龍珠嗎 網上又要拍仙斗 又要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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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裂了我們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看一下PV錄 因為你看到小雲出招 是喔 然後就一炮打爆 山頭那一 是很感動的 就是經典場面 這次我相信很多我這一代的人 看到的應該是走不掉的 我相信 看看到時有沒有機會約戰 看看有沒有機會約戰 不過我對大雲約戰 只是浪費 說一下 我只是Single Player 其實阿軒呢 你有沒有興趣 我可能就看我的財政預算 有說這些 很窮 說這些 你知道我買了什麼 我都買了 有什麼理由我沒有 那我恭喜兩位主持 都成為Nexus7 二人三位記住 算了 那說起約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怨氣 就是 因為買了一隻Gap 約大王打機 就約了那麼久 就打一次 兩次 兩次 兩次嗎 有兩次這麼多 有有有 你不是跟我打一次 跟他打一次 所以你覺得兩次 你得理我 是 對 對 那就是這個Extreme VS Full Boost 就是Gundam 就是高達的對戰系列 最新的一集 其實因為都出了很久 為什麼我們這麼久沒有開咪 就是因為大家沉迷打機 不是啊 你不要誤導我的聽狀 其實因為我一陣子的行程 那個網友的update 其實都看見整個主頁不同了 下一個月不要誤導觀眾 不不不 我那件事就是 我不是打機 去update網友的那些 你做的 你這個混蛋 所以你就是沒有打機 你嚇死吧 你 我不關我何事 忍不住 忍不住 這麼失敗你一鍋禁 對 最新的又出了 其實玩樂 兩位有什麼感覺呢 不如阿謙說先 我玩Single Player 我想看阿謙說先 因為我玩得沒那麼多 進度來說 他覺得有個什麼 FB Mission 那些東西 他分了Offline和Online 那Offline那些我就打光了 新的那些你打光了沒有 因為他每出一部新機 都會有新Mission 沒有留意 可能他有新的那些我還沒打的 我都整個幾星期沒有打 可能就差點 都算是接近包機 接近 感覺好像就好過上一代 就是Extreme VS 好過Extreme VS 我就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些Data派 就是我不會刷 每個機器delay多少 又不知道什麼 招招招 我不知道 我純粹憑感覺 憑感覺行事 我是憑感覺行事 我覺得今集沒有上集那麼混亂 我覺得 因為上集我覺得 不知道有些勾緊的成份 有時候打一打機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今集 我覺得有系統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是你出招不拍招 你就清楚自己在做 你想做什麼 就不是亂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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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其實都差不多 都好了 我覺得是 感覺 感覺 清晰了 即是 怎麼說 我上一集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上一集 已經沒有興趣煲下去 這集 你剛才聽我說 我都會想花時間去煲一下 但其實今集不知道 如果我再玩街機的模式 我只要跟街機的做法 沒得改 其實我自己不喜歡今集 都是最後一定要打一部Extreme Gundam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人喜歡 Extreme Gundam是完全沒有玩 完全沒有玩 那關你已經不要說 你過不了關的事情 不是難不難玩 純粹那關不好玩 因為我記得以前PSP版 有一集是最後一關 即是有一集最後一關就是打魔鬼高達 但之後再另一集 我忘記了 我就是GVG 那一集 那一集最後一關不一定會打什麼魔鬼高達 Extreme Gundam 而是會不出不同的事情 可能會出一個雞拉給你打 你打完雞拉三個形態 有時候不知會丟幾部G-Gun給你 我覺得有些特別一點 我喜歡那個玩法 開心一點 其實應該這樣說 M1戰和M1戰的分別 這個可以叫做 因為M1戰和M1戰的分別 因為M1戰和M1戰的分別 因為M1戰沒有受攻擊的時候的硬值 和他們的單值可以反而高 你一路打他 他一路打你 所以他對你的平時玩的技術要求是相差很遠的 特別你用隔機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怎樣打 其實你的話絕對OK有道理 但我反而不喜歡每一關最後見稿的那一部 我知道Extreme Gundam是會轉不同模式出來的 但都是Extreme Gundam 正如以前打那麼多關都是看著 最後就是魔鬼高達很悶 我打魔鬼高達我覺得沒什麼 因為魔鬼高達每一部機都有自己的方法打 但Extreme我打到有些機器就沒辦法打 我純粹個人不見解 我純粹不喜歡最後一關 總是見稿的那條嘴 最主要是你不喜歡那部機器 不是是我喜歡那部機器 而且在故事上是比之前更好的 因為魔鬼高達是有點堅強的 Extreme Gundam就是有個系統把所有高達的東西放在那裡 所以它四個形態是每部高達不同的特性 它有些包括在那裡 精神兵器、砲、劍等等 你會在那裡看到其他高達的影子 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我也說是個人感覺 我純粹喜歡看到那條契體 再說多一點就數據一點的東西 其實跟上一集最大的改變 會在那邊 其實我自己所看的 最大的改變在BOOST計上 因為你以前的BOOST 用完就用完 落地就落地 其實從上一集開始都已經是 如果你落地的高度越來越高 而落地的話 你的硬值其實是越大的 除了這件事 這集其實在BOOST裡加了一件叫Overheat的東西 就是你用到BOOST完全沒有Overheat的時候 落地的硬值是會再加大一點的 所以變成你現在落地 要留BOOST 是真的可能要留一滴仔給你落地 那也更好一點 而且你看著BOOST 由平時藍色到黃色、紅色 其實每個落地所產生的硬值都有不同 我想問一下SUNNY有沒有覺得這集怎麼樣 即是外界的分享有點個人感覺 質感是比較好 打擊感比較強 因為上一集我覺得好像紙皮打紙皮 這集的質感是比較好 但是仍然是流彈、炮彈、實彈 攻擊我還是覺得有點虛 我始終是喜歡GVG和GVG LEX那種 你打下去瀑一聲那一刻 那個感覺是比較長 即是被卡洪卡一炮斜外的東西 那一刻很難忘的 現在的感覺是弱了 很難忘 其實如果我想問一下兩位 我會說 總括不算以前DX、Z那些 那GVG你們自己喜歡哪一集 Lex 即是剛才我說不是打魔鬼高達 打魔鬼高達 打魔鬼高達 你喜歡嗎?Lex是魔鬼高達嗎 不,對不起 Lex不是打魔鬼高達 GVG才是打魔鬼高達 Lex 我喜歡Lex 我也是 即是喊比方左右左右劍 我也是喜歡那一集 比起來喜歡哪一集就很個人 隨著個人見解 最主要都是Lex那一集 他給我一種高達應該有的感覺 因為其實以前DX、Z或Z都好 雖然有不同的移動手段 比如開頭的飛到之後有變形 到Z加入了Boost這個系統 到GVG其實都仍然保留了這幾個系統 但是那件事就是 始終這部機你都覺得好像有點慢 到Lex那裡 他加入了Boost Cancel 這件事 整部機快了 一個系統 即是像你看電視 看電視 看動畫 看到高達應該有的速度 即是刺激一點 對 但是去到Full Boost 我就覺得他其實已經開始有走風入魔 因為他的Cancel 其實由這個格鬥的Cancel 又分了一個紅步驟出來 然後你的射擊系 又有一個Boost Cancel 其實對一個新手來說 是很難掌握的 你移動的手段已經太多了 對 那去到今集他都保留了一些 你說的速度 我是記得當年有ZDX 一上去上去下 其實這個轉變那時候 都頗多 都很大 因為近年之間 好像一個很慢速的世界 近年之間 全部都快了 你玩完ZDX 你去看著光車飛過來 你又避不開 好像進了慢動作 是差很遠 那兩件事 還有今集最大的改變 就是今集很有趣的 那個Step 即是拍左左或右右 那個Step 所消耗的Boost 是比你用Boost-更加多 反而又更加多 對 他今集就改了 因為不讓你夠Step 因為Step 就可以脫掉 攻擊的導向 那紅Step是不是 紅Step 紅Step 不是 紅Step用的Boost 都是比你用BD Cancel多 所以 你用格鬥來說 其實你斬得中人的話 可能用BD去Cancel 其實可能更好 因為你消耗的Boost 是少一些 但是為什麼一般格鬥的時候 用紅Step 就是因為你用紅Step 其實它也是隔幾Step 它可以脫掉對方格鬥的引導 所以你會看到大家隔不中 紅Step 隔不中紅Step 隔不中紅Step 要比之前更加留意 當然這些是比較高手向的 其實你問我 我已經給不到更多的意見 給你 我還是夠飛 夠降落 你也不算高手 你也不算 傻了 被軒哥虐待你 你不知道 軒哥真的是高手 我們高手中的高手 我也是用上一集的 高手高手高高手 那些concept 完全沒有學過新的 對 其實也保留了上一集 大陸有一個rank mode 就是打一些軍階回來的 Online那些 對 但是今集的軍階模式 就更加好地 因為之前你用少衛打一個新兵 你輸了的話 扣很多分 今集的扣分制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打一些軍階回來 對 還有值得留意 就是Full Boost這集 放心 他還沒有Gundam H 今集會有 之後那集會有 之後那集還不知道 我記得那集在宣傳海報 有飛翼特 有MAX Boost 但是有什麼機器 我真的不知道 我記得在宣傳海報 有飛翼特 阿斯洛那個人 可以用來練劍 用來練劍 當然玩師 我用小珍珍練劍 那現在Full Boost 各位有什麼想說 想問 想聊 歡迎上我Facebook 即是上雜訊也可以 上UPA Radio也可以 那現在就先休息一會 那待會兒 趕快回來 就跟大家說一下 新的手機 Tabnet之旅 我們下集會了 我們下集會了